嗨,大家好,我是日日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做一个比较简单的 就是可以带发光的发型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那首先呢,先理下头发 然后我们把这个头发的这个两边留出来 大概分到耳后的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抓一件 然后把这边也分出来 然后我们把后面的头发梳起来 我们要把它扎得尽量高一些 大概这个位置就差不多了 然后扎起来了之后呢,就是这个样子了 然后稍微调整一下那个位置 如果头发比较短的后面有碎发的话呢 就最好拿一个小夹子把它夹一下 那我就拿一个钢丝夹把后面的头发夹住 然后我们把这个小啾啾弹起来 我为你弹起来的时候就让你像拧毛巾一样 然后一边拧一边盘 阿布的头发稍微有点多 所以弹起来会很大一坨 然后我们来拿个皮筋把它扎住 然后把碎发用小夹子夹一下 呢 那么骨髓 在那边,你这 tenían一个藏衣兵 然后把全部都拔下来 那边刺激扎好 有点多厚 我给这个厚衣兵 晃衣兵 还有把锅衣兵 这么说 这儿 现在来说 以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两边的头发 拿下来了 拿下来以后 如果想要留的话 可以留两根 留两搓头发下来 然后留出来 然后把这边的头发呢 收一下 然后可以把它拧一下 拧一下 然后往前推一点 往前推一点 它就能起来一点 阿布 阿布因为刚刚洗过头发 所以说 都让碎发有点多 那 我建议大家 要梳发型之前 最好不要洗头发 往前推一下 然后往前推一下以后呢 这个地方我们用小钢丝甲把它夹住 然后夹住以后 把后面这个睡觉的头发 把它包到这个之前的这个发镜上面 然后用小钢丝甲夹夹住 然后用小钢丝甲夹住 把两边长的这个头发留下来 把两边长的这个头发留下来 然后我们把这个头发留上去 然后把这个头发留上去 然后如果想要留一点刘海下来的话 那就稍微稍微少许的拿出来 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把剩下的都留上去 也可以稍微往前推一下 然后用小夹子固定住 固定住以后 把这个头发也和这个小啾啾绑到一起 然后用小夹子固定住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发关带到头上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发关带到头上了 那么其实如果头发比较多的话 这样子败就已经很牢固了 二部主就是头发很多 所以就是把它放进去的时候呢 它就是已经非常塞得很满了 就已经很紧了 那么如果头发比较少 然后带进去会松的女孩子呢 建议大家可以准备一个 单簪然后把这个簪子呢 直接插到这个上面去 那么这样子插进去以后呢 就完全把这个发关和头发固定到一起 你怎么晃呢 这个发关都是不会掉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要偷偷跟你们讲一个事情 我发现今天的这个